手持激光焊接机的安全信息和安全操作程序 焊接工作区域及周边区域不能有反光物品 激光的反射光对眼睛具有同样的危险性 尤其在焊接高反的材料时 强烈的激光反射光对眼睛的伤害程度与直接照射相当 另外激光的慢反射光也会使眼睛受到慢性伤害 引起视力下降 焊接工作区域及周边区域不能有可燃物品 气瓶应被屏蔽 并放置在它们不能被击中或损坏的地方 使它们远离热源、火花或火焰 气缸必须直立存放 并固定在一个固定的支架上 且焊接区域附近应放置灭火器 红铜AEMD30手持激光焊接机可发出两束激光光束 一种是低功率导向光束 红光指示 这是一种适用于部件校准的可视光束 另一种是不可视的高功率焊接光束 不可视的高功率焊接光束会对人的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 操作红铜AEMD30手持激光焊接机时 焊接烟雾会对肺、心、肾和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需要佩戴好执行中国GB2626标准的3M防护口罩 认证标约为1070纳米的激光防护眼镜、防护耳塞和激光防护头盔 手上要佩戴耐激光耐热手套 不能将皮肤暴露在外 注意焊接时着长袖衣裤 穿好围裙 如有围观人员需要同焊接操作者一样做好全套的防护工作 红铜AEMD30手持激光焊接机配备了紧急关停按名 按下紧急关停按名 即可紧急关停设备 旋转并拔出紧急关停按名 即可重启设备 手持激光焊接机配有一根连接激光器信号端和零件接触端的安全加回路线 一端连接激光器后面板的安全回路线接口 接头另一端需连接弓箭接触连损 未加安全加 焊枪将不出光 无法实现焊接作业 开启设备时 需要让焊枪喷嘴接触弓箭 接触后 激光器控制软件信号界面上安全锁信号灯常亮状态 表示红铜AEMD30手持激光焊接机已就绪 焊接头上的指示灯可呈现不同的工作状态 当焊接头和激光器通讯成功且设备的工作状态均正常时 指示灯亮黄灯 当安全锁与铜嘴同时接触带焊采钥时 安全锁导通 此时手握焊枪并按下激光触发按钮 即可出光 指示灯亮绿灯 当焊接头或激光器异常时 指示灯亮红灯 在红铜AEMD30手持激光焊接机的控制界面点击开启 装激光智能安全锁和送丝智能安全锁出光开关后 可以开始焊接作业